有待手机的话呢 我今天也有准备一点小过程 那小过程是跟行销相关的 如果你想要做行销 你也可以把这一招拿来用 所以我今天呢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小时嘛 我里面的方法就是挑选过的 尽量挑 简单 花费人力很少 不用额外再找人来做 或者额外再提公布生 因为我刚刚在车上就 跟丁小姐调了一下 我说那你们那个网路行销 谁会来做 他说就是大家分整 大家互相分的作用 那代表一件事嘛 可能不一定会额外找人 那我就说那公布生 没有额外经费 所以如果没有额外经费 所以今天讲的内容 我就会把它倾向于 第一个 自己可以做 或者呢 藉由自动化 或者说自动化 例如说 今天有人想要 捐款给 给你们协会的时候 不用打电话 还要来问你账号 因为呢他只要加进去 你的Line Edge 各位有听过Line Edge吗 应该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没关系 今天会讲到 加入Line Edge 接着我只要打一个 A自动会跳出来 还有我们的捐款账号 库服什么什么 全部都有 打一个TEL 电话就是用出来的 按一下你可以播电话 也就是你不用在 忍在线上 Standby 设置有人 各位知道 现在很多夜猫屋 三星半夜 假设他突然看到你的一则影片 觉得他很感动 临死就是想要捐款 这时候他问你说 你们捐款算到多少 你等在线上吗 三星半夜 会在线上的举手 三星半夜 例如说一点多 应该不会吧 像博物也不会在 他会不会在线上 有时候 我通常有时候会在线上 有时候通常 为了往冲动购物 对不对 晚上购物的时候 10点11点 你查查查 他说12点一点的 看到这个好 真的是这个要买的 你要是有问题 问他线上的人 大部分都不会有回应 你可以去睡觉了 只有谁还在 电脑还在 对不对 电脑还在 可以帮他回答问题 所以你只要整理好 常见问题 例如说 收据我们会怎么记给你 或是他会担心的事情 你只要整理好 做上去 基本上不关你的事 他会去转账 转完账 搞不好还会跟你讲 我转的喔 那个什么东西 寄到哪里给我 那大部分的事情 电脑会自动完成 那甚至呢 在行销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脸书里面 我们有粉丝专业的举手 谁会有粉丝专业 有的 有的 好各位 那非常好 有官方网站的 有网站的 觉得 因为我要了解一下 各位有有什么 我们内容 虽然 都已经印出完了 但是可以 我可以依照各位的 有有什么来 调整说 哪边讲多一点 哪边讲少一点 或者哪边呢 看各位的了情 有时候我也知道 你可能觉得 这个没什么用 通常 老师在前面讲师在前面 有没有 都会知道 各位的眼神啊 表情啊 都会知道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效 你有没有兴趣 大部分我们都知道 可能 有生存在里面 他有一种宝对 那老师不会知道我在干嘛 躲在后面 躲在后面 躲在他的后面 其实我们都知道 只是我们都不好 给你什么讲 以前当学生都觉得 没影响 各位当学生的话 以前当学生有没有想过 我这边偷偷画画 老师在讲英文 都会说 老师都不知道我在干嘛 其实他都知道 就算坐在最后面 他也知道 所以我说 我会观察一下 各位的 眼神 通常 看就知道 就知道 这个东西 你有没有兴趣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如果各位有官网 各位官网的成本 叫到 官方网 大家好